本期话题 龟头分泌好多白色分泌物 怎么回事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龟头表面 有时经常会有很多 我们白色的分泌物 那么白色的分泌物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包皮垢 包皮垢它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组成 比如说就是我们龟头 包括包皮的内板 它是黏膜化 有黏膜脱落的细胞组织 那形成包皮垢 那第二种来说 比如我们有些包皮过长的病人 他每一次有一些排尿的时候 一些残余的尿液 或者外来的一些脏东西 形成包皮垢 那么这种情况来说 大多数我们都是一种包皮垢 我们只要是把它清洗 我们保持局部清洁干燥 就每天来说呢 我们都要进行清洗 比如我们经常说 像洗头一样的洗它 对吧 一定要用清水冲干净 那么保持局部清洁干燥 就不会出现了 那还有一些情况 是有些人有包皮龟头盐 尤其是煤菌性包皮龟头盐 那么的话呢 它经常会有豆腐渣 一样的白色渗出 那但是这时候 它还经常伴有 比如包皮龟头的水肿 包括烧痒 那么的话呢 甚至有时候有 这个皮肤的一个泥烂 当我们有炎症的时候 那当然来说 我们要及时 这个治疗炎症 那么也会减少这种渗出 我们下期再见 支持发aa